大华岩寺寻回红法讲座 台湾大华岩寺海云记梦和尚 2019年11月9日在圣盖博士西尔顿大酒店开讲 首次来洛杉矶的海云记梦和尚将分享 见自己 见惠命 看见真善美 海云记梦和尚以宏观角度 圆融的智带大家进入灿烂的生命花园 引导众生如何在生活中运用正念松脱使性束缚 找回本自具足的生命能量 回到生命的故乡让心活起来 我们希望在这物质文明很兴盛的时代里 每一个人的心灵能够活泼 能够缺耀能够活出灿烂 不要被这个时代的竞争跟压力目的性 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社会 我们都知道很紧张 越发达的地方就越紧张 速度越快 我们就越没有时间 以往时间很慢 从东岸到西岸要花多久的时间 在车上我们可以好好的旅行 现在不是 一飞上去四个小时就到了 因为时间很快 那边事情赶快办好 又四个小时要回来吃晚饭 那这为什么发明进步 我们反而更没有时间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模式弄错了 我们寻求快寻求效率 这应该是对的 可是却把我们赌进去了 我们活得不快乐 虽然我们有很好的成绩 有各种发明创造 可是我们享受不到 这个是一种很大的遗憾 我们希望把这个真理 带到这个地方 跟这边的朋友来分享 这是我此行的目的 台湾南投县鹿谷乡 大华眼寺的成立 是海云法师的宏愿 是一处弘扬佛法精妙的道场 是涵养众生灵性的生命 成就佛子与行者法身会命的不朽之功 实现华颜道场 净化心灵 教化人心 安定社会的根本精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